卡拉尔位于波斯湾南岸,总面积约11000平方公里,还没有北京大 卡拉尔半岛夏季气温最高可达50摄氏度,几乎完全被沙漠覆盖 除了骆驼,根本不适合其他生物存活,是全球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1917年,卡拉尔脱离英国独立,当时的卡拉尔不仅在全球没什么存在感 而且宗教狂热,穷的就只剩帐篷和骆驼 不过,卡拉尔并没有一直穷下去,只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卡拉尔就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这一期,咱们就来聊聊,卡拉尔是怎么从一个穷乡僻长,一跃登上全球富豪榜的 卡拉尔常住人口约288万,其中卡拉尔国民只占15%,大概也就是43万左右 剩下的全是外籍劳工,其中主要以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的居多 就是这么一个小国,国民人均收入超过了12万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80多万 是美国人的两倍,法国人的三倍,咱们的十多倍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漠,没办法动田,几乎没有人居住,而如今却成为土豪的集散地 卡拉尔政府在世界各地都有投资和财产,阿拉伯最重要的媒体公司半导电视台就是卡拉尔王室出资成立的 首都多哈就是没有酒精和赌博的摩纳哥和拉斯维加斯的混合体 这里到处都是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和名贵跑车 总是一句话,多哈能够满足你对奢靡生活的一切想象 这里就是一个用美金堆出来的城市 大家可能不知道,卡拉尔还是中东地区最开放的国家 你可以在多哈找到各种国际大学和教堂 金教、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比比皆是 比如这座玫瑰圣武教堂,位于多哈的南郊,可容纳2700人 价值超过了2000万美元,还是卡拉尔前国王捐赠的 这在中东地区已经算是另类了 那么问题来了,卡拉尔是如何完成转变的呢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石油和天然气 但更重要的是天然气 大家注意哈,拥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很多 但并不代表这些国家就能躺着把钱赚了 比如委内瑞拉,石油储量世界排名第一 老百姓却穷得吃土 俄罗斯也是石油天然气大户 结果经济还不如咱的广州省 还有沙特,土豪王子非常多 但老百姓能享受到的红利却很少 人均GDP还不到2万美元 卡拉尔的成功,有必然也有偶然 这里面还有个非常曲折的故事 上世纪40年代,卡拉尔发现了第一个油田 但直到20年后才正常开采 这对当时穷得叮当响的卡拉尔来说 算是重彩票了 整个国家也发生了变化 但变化不大 直到70年代初 翘牌公司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油漆田 北方漆田 卡拉尔才算拿到了人生逆袭的筹码 不过,当时的天然气没什么利润 因为天然气得靠管道运输 卡拉尔距离需求过都太远了 而旁边邻居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资源 这就非常尴尬 等于卡拉尔拿着一张万亿的彩票 但就是没办法对讲 翘牌公司对此也没辙 很快就放弃卡拉尔了 但是,卡拉尔人没有放弃自己 进入90年代后,事情发生了转机 1996年,老埃米尔·阿勒萨尼 趁着他爹在瑞士度假 一下控制了整个国家 这里咱们多说一句 阿勒萨尼这么着急登基 还真不是为了自己享乐 主要是老国王天天想着油山玩水 把妹言欢 对国家发展毫无兴趣 不仅拒绝西方先进技术 思想还特别保守 阿勒萨尼觉得再这么搞下去 国家就要完蛋了 索性自己来吧 阿勒萨尼上台后的想法非常明确 那就是,卡拉尔没什么石油 但有的是天然气 他们必须想办法开发自己巨量的油气田 并且把天然气运出去 这位新埃米尔决定投资一项未来技术 液化 就是把天然气转变成液态 这样可以像石油一样 用大型货轮运往全球 要想实现天然气液化 那就必须让气体冷却在零下161摄氏度 这对当时的科技水平来说 难度是非常高的 卡拉尔决定投入大量的资金 来推动这项技术的发展 并且实现大规模应用 显然,卡拉尔的投资获得了巨大回报 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凭借这项技术 卡拉尔能够将其天量的天然气储备 出口到世界任何地方 事实上,卡拉尔斯文之三的天然气 出口到了中国、印度、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 另外,卡拉尔开发的天然气液化工厂 规模非常大,这使得该国提取液化天然气的成本非常低 是美国液化天然气价格的四分之一 这就是卡拉尔发家史的最大秘密 但不是全部 大家要知道 一个国家光有资源不行 你得把资源变成钱 然后再让钱生钱 说白了就跟个个人理财一样 像安格拉、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 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的不行 最风光的时候全民躺着数钱玩 可这些国家都没有做好长期规划 等油价下跌再加上政府的骚操作 大家就又回到了赤主年代 所以,卡拉尔的成功 不光是因为拥有全球最大的游击田 还有,它在其他一些关键领域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自从阿拉萨尼掌权以来 卡拉尔脱胎换股 18年里 卡拉尔的人口增长了5倍 也同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有了钱的卡拉尔 马上成立了卡拉尔投资局 这是一个体量巨大的基金公司 主要就是在全球进行投资 投资界大佬们管这家公司 叫卡拉尔的力量 因为它的资金池超过了3000亿美元 大家要知道 卡拉尔的人口不到300万 但实际上 这300万人里 也只有40多万是卡拉尔公民 大家有兴趣可以算一算 平均每个人能有多少亿 每年的分红大概会有多少 这个基金在全球投资了大量的房产 在伦敦 卡拉尔拥有酒店 写字楼 公寓等等 基本上半个城市都是卡拉尔的 在美国 卡拉尔是第四大写字楼包租公 仅在曼哈顿 卡拉尔的投资就超过了50亿美元 不光是房地产 卡拉尔力量 还是许多国际大公司的主要股东 例如 卡拉尔是大众汽车 巴克莱银行 蒂夫尼 翘牌等等的主要股东 他还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最大股东 卡拉尔除了在全球布局资本外 也没有忘记建设国内 众所周知 要在沙漠里去高楼 那投入的金钱是天亮的 因为你还要搭建完整的配套设施 卡拉尔投资了数百亿 在沙漠上搞基建 短短几年就建成了高速公路 港口 机场 研究中心和金融中心 卡拉尔政府非常清楚 未来石油和天然气 即便不会被耗尽 但也一定会被取代 只有发展金融和科技 才是卡拉尔的未来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 2030年将是石油需求的顶峰 随后 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量会逐渐下降 直到被新能源彻底取代 但对于天然气来说 还没有人能预测 需求何时会减少 甚至天然气的需求量 还在不断增加 卡拉尔和其他同样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区别 就在于 大部分靠资源发家的国家 钱来的容易 花的也容易 政府对国家未来发展 没什么长远规划 而卡拉尔 他们开采自然资源 不光是为了享受生活 也有自己的长远规划 阿勒萨尼在掌权期间 还做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让卡拉尔 获得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事实上 在很长一点时间里 卡拉尔一直被沙特控制 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案例 摆在眼前 这让阿勒萨尼 不得不考虑卡拉尔的安全问题 如果卡拉尔想要不被邻居打劫 那就必须获得国际上的影响力 说白了 就是要多找几个大哥级国家的支持 卡拉尔的底气 就来自于天然气 这使得他可以毫无顾忌的 替大哥买单 2003年 沙特要求美军撤出自己的国家 卡拉尔马上向美军抛出了感染池 表示愿意接待被赶出来的美军 并提供军事基地 美国人也不傻 当即狮子大开头 说建一个军事基地 大概需要10亿美元 没想到 卡拉尔人眼睛都没眨 直接把美元拍在对方脸上 如今 卡拉尔首都多哈 西南20公里处 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军事基地 这里铸扎着11000名美军士兵 为卡拉尔提供了全方位的安全保护 随后 卡拉尔又成立了半岛电视台 赚不赚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可以让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 这也极大提升了卡拉尔在全球的影响力 他们还制定了花钱买人情的策略 就是美元开路 和各大国搞了关系 这样的土豪朋友 谁会不爱呢 不过 卡拉尔的这些策略 让阿联酋和沙特非常不爽 2015年 9名卡拉尔王室带着十几名随从 跑到沙漠深处打野 结果被一群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给劫持了 为了救这几个倒霉道 卡拉尔不仅四处撒币 政治立场也发生了360度大转弯 转而力挺伊朗和叙利亚 这又惹恼了沙特和阿联酋 2017年 沙特和阿联酋联合封杀卡拉尔 还指责卡拉尔暗中支持恐怖分子 卡拉尔确实有些难以言表的秘密 毕竟在中东那个地方 谁也不是省油的灯 但不能否认的是 卡拉尔仍是中东最开放的国家 并且还是美国的好盟友 阿联酋和沙特联合起来搞卡拉尔 目的是削弱对方的国际营养力 让卡拉尔依附在自己身边 然而 封锁毫无效果 首先 中东国家对沙特本就没什么好感 基本没什么国家支持的 甚至科威特和阿曼这些小国也懒得搭理 另外 卡拉尔和土耳其伊朗的关系很好 这两国很快就为卡拉尔提供了有力支持 卡拉尔用实力打了沙特的脸 并且证明了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度过难关 如今 沙特和卡拉尔的关系依然紧张 但是 只要有钱 又哪会担心交不到朋友呢